大家好,我是林茵然医师 提到家中的空气污染源 大家最容易联想到 塵蚊、霉菌、宠物的毛发 台湾的气候非常潮湿 如果不常清洁打扫 就很容易滋生霉菌、细菌、病毒 会导致我们人过敏、气喘、肺部、疾病 甚至慢性鼻痘也跟脑神经受到伤害 根据统计 台湾平均每两个国小学龄儿童 就有一个是过敏体质 常见的过敏人中 主要是塵蚊、霉菌、发粉 其中塵蚊常常在棉被、枕头套上 床单上跟绘毛娃娃上 这些地方就是儿童最常接触的地方 儿童的呼吸跟免疫神经系统 尚未发展成熟 一不注意就容易引起儿童 过敏性鼻炎、气喘等等问题 我们室内的环境中 常常有甲醛、甲本等污染因子 孕妇如果长期接触这些甲醛、甲本 就可能导致新生儿的免疫力降低 染色的异常甚至会产生畸形儿 室内要勤加打扫 常常使用吸尘机或湿的拖把清洗 儿童要勤加洗手 选用无毒的玩具 使用空气清净机是维持室内空气品质最有效的方式 创新为你 菲利普